我們在做雲端硬碟的時候 事實上,您也可以小證明不要用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那種恐怖的方法 其實也可以透過網頁的方式來做上傳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們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從這裡,按一下這樣 如果要建立資料夾也可以從這邊建 可以從這邊建立 但是我們比較鼓勵各位如果你要上傳的時候 然後呢,建議可以用覆核預覽器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覆核,比如說你用IE或火火 你會發現你只看得到什麼?檔案看不到資料夾 因為你可以把整個資料夾丟上來就好 不用說我一定要壓縮成一個,不用不用 它就可以直接把資料夾丟進來 比如說我可能在這邊的話,我把資料夾丟進來 好,假設這個,我就這個資料夾丟進來 上傳 有沒有,他就問我要不要上傳整個全部的 我假設上傳跟夠用 OK 那麼,您在上傳檔案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 顧客的這個,雲端念念 本來不叫雲端念念 叫什麼? 顧客文件 所以他事實上是在做文書處理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Office 那如果您直接把它轉換 直接把這個檔案 這裡有勾起來 把它轉換的話 您可以直接在雲端直接編輯 您沒有轉換,只能看 就只能看 你還是要編輯的話 還是必須要有Office的軟體 去做編輯 那如果你有轉換的話 就可以不用任何的Office軟體 直接在線上也可以編 但是不可否認 就是在格式上 沒有辦法完全離置 還是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難免 如果說您要 真的要完整保的 通常我比較所謂超導式的 我就會試著反而轉換過去 轉換過去 這樣可能你在哪個地方 要編輯上來講 會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那如果您當輕 就是格式上轉換有問題的話 那麼你就不要勾起來 就不要勾起來 平常我都會讓它這個勾著 每次上傳的時候再確認一下 再確認一下會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就傳上去囉 好,這樣就上來了 好,這個地方就上傳好了 欸,裡面這麼多檔案 那這個上傳好之後 因為我的硬碟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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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會自動同步 就會產生喔 所以您安裝我的軟體 它會告訴你說你的 這個,像我在這裡齁 這邊它沒有同步完 OK,它等一下這邊就會同步進來了 好 這裡已經傳來了 OK齁,這樣的話是 老師在用就比較方便 Email 因為在這一點還有一個地方很好用的 是在您的Email裡面 各位老師有沒有寄過那個 比較大的附件要給人家 比較大的附件 尤其是簡報有時候可能會超過那個上限 我們Gmail應該上限是20MB 就是附件 那個附件的部分是20MB 所以如果你超過那個大小 其實要透過Email寄 老實講就有點麻煩 好,就有點麻煩 好,那您可以透過這個雲端硬碟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想要寫一封信件 好,撞寫 那您可以看到在下面這裡 這裡,你滑過那個加之後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從雲端硬碟插入檔案 平常我們大部分都是回魂針 就給它按下去了嘛 那這個時候是從你的電腦裡面 直接傳到信箱 好,那這樣有一個缺點 就是也會在你信箱的空間 對不對 那你滑過雲端硬碟 假設你傳到雲端硬碟的 就可以從這裡按下去 這個時候他就跟你講說 你要怎麼傳 假設我要傳那個圖片好了 好,我們剛剛這個 關你幾張都沒關係 OK 我把它拉進來 丟進來 他就幫我把這幾張圖片 按一下上傳 他就會傳到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 好,這個時候如果我寄給自己 假設我寄給自己 假設我寄給自己 然後呢 好,那麼因為我們剛剛這幾個附件 是已經傳上去了 可是 預售傳上去是什麼 私人的 對不對 你總不希望傳上去 大家都可以看嘛 所以在送出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好 我已經送到那個裡面去了 好 好 這裡有一個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 有沒有 正常講 如果你的檔案 因為那邊可能是在講說 你有設了共用 如果我沒有設計 他會問你說 你的雲端硬碟的檔案 要不要怎樣 要不要跟別人共用 你設了共用之後 那別人看到的時候 他不是 他的這邊不會出現回文針 一般我們有附件的話 是後面這裡會出現回文針 對不對 表示說裡面有那個附件 可是剛剛這一方 有沒有發現沒有 因為他只是提供一個連結而已 所以 零點進去之後 假設你要下載的話 點了 那他就可以直接下載 好 或者直接看到這張圖片 這一方 就會出現在雲端硬碟裡面 然後比如說我們看到這裡 好 有沒有看到剛剛上傳的 那幾張圖片了 對不對 他綠色都會放在 你的雲端硬碟的根目錄下 通常我都會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再用資料夾整理起來 不然有時候這樣比較亂 會比較亂一點點 這個是 給老師們做個簡單參考的 好 所以你看我們來這邊 這邊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親中共用的 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好沒有問題了 好 再來 往下走一下 這裡呢 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 那個 特殊的表彈 這我就先不講 我們剛剛這個有講過了 這有講過 那麼 如果您是在那個 手機上面怎麼辦 手機上面 也可以重複嗎 也可以重複嗎 手機如果現在很多人都有連線嘛 那您一樣可以透過我 它有一個APP 這邊它有一個APP 您可以到那個 Google Store上面 APP 就直接 下載之後 它可以幫您同步 您的Google銘端硬碟上的資料 好 您也可以選擇就是 跟我們一般硬碟一樣的 假設您的這個手機的記憶卡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選擇哪一些檔案 就留在手機裡面 就不用上網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看的 等到我上網之後 它就自動幫你做同步 那如果正常情況下的話就是 你要進去看 那就是臨上網路 再去檢視 好那有需要的再下載回來 這樣就比較不會佔你那個 記憶卡的空間 這個 稍微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那我這邊呢 把那個安裝的步驟呢 給您稍微看一下 如果您有下載了 剛剛那個雲端硬碟的這個 您執行的時候 第一個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然後登錄了 好 打入你的這個 Gmail的帳號密碼 接著呢 它就會跟你做幾個簡單介紹 那個還好啦 我把畫面先抓一下 老師再看比較容易 那麼重點在這裡 預設的話呢 它會所有的檔案都一起同步 有沒有 好所以如果您不要的 就來這邊按一下進階設定 這個進階設定按一下 就可以選擇 你要同步的是哪一個 還有你的 就是放在電腦裡面那個資料夾 預設是放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如果您覺得不太安心 你覺得放在 因為我的文件夾 預設是要稀查 對不對 您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同步的資料夾在哪裡 通常我都會選擇別的磁碟機 這樣才會跟我的系統滾在一起 滾在一起 好那這個呢 好了之後 我們再看看喔 這裡 有沒有你點了這個 就會進到這個畫面來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欸我要同步的這個資料夾在哪裡 好然後 如果你只要同步局部的 這裡就可以把它勾起來 那就可以自己去勾 拿一個資料夾 你想要跟這卡電腦做同步 像我們如果老師 你在學校電腦這樣做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雖然它也可以改 就要安裝完之後再改也可以 但是 比較建議各位 您裝的時候呢 就稍微做一下 比較方便 那如果老師您用的是那個 微妖的 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好也有類似的功能 SkyDriver 你也可以去查到這個關鍵字 微妖的話 現在是有7G的空間 7G的空間 沒有太多 沒有太多 但是也可以給老師另外一個選擇 使用方式都差不多 使用方式蠻接近的 它的設定方法都一樣 那您只要進到 現在微妖的這個 已經同步在一起 跟Outlook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您進到這個地方 微妖的這個叫做Harmail 好 如果您從這邊登錄的話 您從這邊看 假設您從這邊登錄 那麼就可以看到那個 它的SkyDriver的那個選項 選項 一樣的 它的做法跟覆格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只是說您多了一些空間這樣子 好 這個就不用看了 哈哈哈哈 那不是那個嗎 南檸檬的嗎 好 來吧 對 我也歡迎